都可以撐一輩子 你過我的選手頭來而已 請拿錯啊 所有頭 嗨 好的 好 請問你 開始一次 好 請問你 開始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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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自稱呢 是香港 電競雕虎 然後加上那個 括號 自稱 OK 然後他其實實際上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富士丹 然後那我認識他呢 大概有10年 其實從第一天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給我一種 相當強的感覺 他自稱 然後他練拳練了4年 他的戰績是4勝0敗2KO 那其實仔細去找一下 他的比賽內容 你就可以發現他的對手 要嘛都是在演技 要嘛就是那種拳擊 零基礎的人 花錢找來給自己扁 他就是個敗價值 他家的上市公司 在去年9月的時候 也被停牌了 所以很有可能 他家的所有家產 在他這一代 是會被賣工 其實他的改變呢 我是看得見的 就是他最近 因為家裡的公司 可能被停牌之後 他學會了節儉了 他學會了省錢了 就是竟然 旅人啊 也跟爸爸我同一個 這個是我貼服的 所以他的改變 其實我看得見的 我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可以看他 可以盡量去採力我 但是 我是唯一一個人 一直贏他的人 而且我也一直贏他 紅布紅 今天有東西 其實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興趣啦 他可以用他的專業 跟我的興趣 拿來對比 你可以看粉絲數的話 我兩年前跟香港達人比賽 我賣一張票 可以賣10萬塊台幣 所以是需要利用 廣獎的名字 再賣他的綠茶 那粉絲幫他消費 我家庭 不用你擔心 其實我們家庭 真的是在100多年前 就開始做生意 在職券方面 跟對社會的貢獻方面 很多時候 我們都 居然出錢以外 有個助力 炸毒跟販毒這種東西 是 要沒有多到的 沒有底線的人才可以做 但是 打拳的 所有人呢 都是可以一直嘗試的 所以我很希望 Toyz 在所有的話 成為負責任 好是一件T-Shirt是吧 OK 那當然官長 也是 有什麼 這件衣服 那我們開始 他的媒體朋友 我們也可以 做一下這個畫面 本身 應該訓練之力 是對方畫滿多的 所以算是 在短時間內 要讓他趕快 可以進入實戰 所以他訓練 訓練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導致他 現在眼窩 留一點點 不遮 但是我們看一下 就是對手 就是 有分析他對手的 有 他對手的實力 其實滿不錯的 就是 如果是 以一個 入獄的 愛好者來說 他的技術 其實也滿多 但是 呃 當然也知道 Toyz是很瘋的 所以其實 最怕遇到的是瘋子 爸爸中培生的Toyz 一定會打一場 非常好的比賽